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那么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各种分配之间的一个关系 首先我们介绍这个最常用的 就是Z的定义 什么是Z呢 Z就是标准常态分配 那么假设X是随机变数 它是属于一个常态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转换成标准的常态分配 那我们使用的公式叫做Z 是等于X bar减掉μ 除以Sigma除以根号N 这个Sigma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标准差母体的标准差 这个N指的是我们抽样的时候的样本数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公式 好 那我们先来介绍下一个部分 下一个部分是T的定义 T是怎么定义的呢 T的定义是这样的 它跟这个Z很像 但是有一点点的差别 差在哪里呢 差在它这个地方是X bar 减掉μ 这个地方是母体的 这个是标准差 不知道 他们用的是样本的标准差 用S 只差这一个字 可是差这个字就差很多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这中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做 我为了要让它跟Z扯上关系 所以我把上面 做了一个分子的话呢 我写在上面 这边我固定的去除一个Sigma除以根号N 让它变Z 那当然下面这个部分 我也一样也要除一个Sigma除以根号N 那么这两个可以对销 好 那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上面是什么 上面就是Z了 那这是什么呢 这是S除以Sigma 这叫做抽样的 这是抽样的 这是母体的 这是样本的母体的 那这个笔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呢 可以这样的看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写成S平方 这边把它写成Sigma平方 这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有一个技巧 就是上下都同乘一个N-1 N-1 那么有什么好处呢 各位同学请看 请看这个位置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 开Square 卡方 那这个是什么呢 N-1 然后开平方根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 T分配其实就是Z 除以一个卡方分配 比上它的自由度 再开一个平方根 那么依照这样子的关系 那么我们这个T就跟Z 跟KiSquare都可以扯上关系了 我们再继续看F分配 F分配的定义是什么 F分配就是两个KiSquare 然后比上了它各自的自由度 那么我写出来 可以怎么写呢 是这样写的 KiSquare 比上它的自由度 第一个自由度叫做N1 第二个KiSquare 它的自由度是N2 减1 那么这就是F分配的定义 那么我们要知道 自由度有两个 F的自由度有两个 第一个自由度叫做N1减1 第二个自由度是N2减1 好 这是F分配的状况 那么下一个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定理的意义是什么 Z代表的是标准常态分配 它的平方 它是符合什么呢 以E为自由度的一个KiSquare 那么我们证明给各位同学看 那证明的过程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有耐心 我们先考虑一样东西 考虑什么呢 考虑 有N比资料 距离它的母体平均数的平方 这个如果它处理一个 它的自己的N的话呢 代表的是 就是母体的变异数 那么我们处理这一个 这个算式 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分割 分成的两部分 那么同学看 我们由I等于1到N 我是这样做的 我减掉一个XBar 再加上一个XBar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平方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算式 这个就是左边这个 没有问题 那么现在它分成了两部分 A加B的平方 那同学知道 A加B的平方 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变成了A平方 加上2AB 加上B平方 那么我们把它拆开来写 就等于 A平方 第一个的平方 那我写下来 加上 为了方便起见 我先写后面的部分 A平方 再加上这个的平方 后面的平方 是XBar 减掉μ的平方 还要再加上 2AB 这是A 这是B 因为这个后面这一部分 跟I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把它提到前面去 所以我这边可以怎么写呢 我们可以写 2 XBar 减掉μ 再乘上 里面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是XI 减掉XBar 这边I等于1到N 好 现在我们来观察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会等于0 是怎么说呢 是因为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 解说 所谓的XBar 是指的是什么 就是Sigma XI 除以N 所以Sigma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要是全部把它算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 XI 组合起来 它就是等于N乘上XBar 那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拆开来以后 发现它就是等于0 所以这个后面这个算式 我们都不要看了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了 一个算式 就是最原始的 来 我写出来 这是I等于1到N XI 直接写N倍的 XBar 减掉Mu的平方 好 那现在这个算式 很重要 这个算是 A等于B加C 我们来做一个 一个调整 怎么说呢 上 这个前面 中间 后面全部都同除一个 Sigma平方 这个除以Sigma平方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 仔细的观察 我们先看这个 中间这个算式 这个算式 来 我写的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注解 我们要知道 什么叫做 就是样本变异数 样本变异数 它是怎么算的 XI 减掉XBar的平方 除以它的自由度 N减E 这个同学要知道 那么 我们来看这个算式 这个分母 这个分母 其实 也就是说 XI 减掉XBar的平方 这边的话呢 我们这边都省略了 等于什么呢 乘过去 N减E S的平方 这个没有问题 来 我们看这上面 这是什么 N减E S的平方 所以 我们来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 KiSquare 这是一个KiSquare 这是原来的定义 它是自由度是多少 这个自由度是 N的自由度 有N个 这个是N减E S平方 所以它是一个 KiSquare的什么呢 N减E 一个自由度 那么我们在 卡方分配的地方 我们可以 知道说 卡方分配 其实可以把它拆开来 自由度是相加的 所以这个地方 势必就是一个 卡方分配 以E为自由度的 这个 那这是什么呢 各位同学 仔细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个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的平方 这个把它分子 可以放在分母的分母 这就是刚好就是Z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一个结论 Z平方 基本上就是KiSquare 它是以E为自由度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做第三件事情 这是第三个事情 是什么呢 我可以证明 T平方是什么 各位同学看 T平方 我们前面就已经说过了 T是Z除以卡方 那么现在我们都平方了以后 这边就是Z平方 这是根号就不见了 这是KiSquare 除以它的自由度 那么Z平方本身就是什么 这是KiSquare 这我们用第一个 它是除以E 这是第二个 我们这边补上一个2 这样分辨比较清楚 那除以它的自由度 我们发现 这个刚好就是一个F分配 F分配是这样的写法 只是说它第一个自由度 是固定都是E 第二个自由度是N-E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了这样的结论 T平方本身来说 它又可以跟F 是扯上关系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就是 各种分配之间的重要的关系 这个关系是的话 其实同学的话 要是比较了解了以后 就不会觉得这些分配很困难了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复习一下 这个T分配 这个T分配 其实就是Z分配 除以KiSquare 比上了它的自由度 Ki平方根 这个是 这就是所谓的T修正 那么Z 本身来说 它就是一个卡方分配 但是它自由度就是E 那么T平方的话 刚好就是F分配 只是说它的自由度是第一个是E 这两个自由度是一样的 这就是 感谢观看